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只选取单栏范围 那么就只有复制左边资料 如果选取多栏范围 那么就会以最左边的资料为基准 向右填满 向下填满与向右填满 是操作上最常使用的 所以Excel会提供快速键 其他向左填满或是向上填满 则是建立在选单里 并没有提供快速键功能 如果要填满的项目多 要如何因应 选取ISRC与歌名的范围 寻找与选取特殊目标 选取空格 这时候不要做任何动作 将游标点入编辑列 输入等于 在这个范例里 要点选B9 按住Ctrl并按下Enter 就会自动向下填满 标记这些自动填满的储存格 点选刚刚填满的内容 会发现填满的储存格都是公式 参照上一个储存格 它并不是一个固定值 这与手动填满的结果不同 如果需要做排序 可能就会产生错乱 必要的时候 需要将这些内容复制并贴入职 如果是向上填满 同样的选取ISRC与歌名的范围 寻找与选取特殊目标 选取空格 同样的在编辑列上输入等于 并且选取B10 按下Ctrl加Enter 就会自动向上填满 这些储存格内容是往下参照 使用上要注意这些储存格仍然是公式 如果是使用Power Query 就相对简单 资料 从表格范围 进入Power Query后 就会看到空格转变成NOW 选取ISRC与歌名两栏 转换 填满 向下 就可以看到NOW已经填满 按下关闭并再入 就会看到表格已经填满完成 在向上填满的范例里 同样的将资料带入Power Query 选取ISRC与歌名两栏 转换 填满 向上 这里选择载入制 将两个范例并列在一起 接下来 两边的表格如何填满 这两个表格可以很明显看出两边的差异 如何将左边表格的资料填入右边表格 同样的选取表格内空白的储存格 并且选取相对应的左边表格位置 按下CTRL ENTER就会自动填满 注意到这个选取范围中 有一个储存格是反白的 这叫做作用储存格 但是如果可能你选取范围的方式不同 就会出现作用储存格的位置有所改变 这时候应该依照相应的位置去选取参照资料 如果看到作用储存格并不在K2 而你依旧选取比2当参考值 那么就会出现错误 会发现表格套用的位置偏移 两个方式解决这问题 1. 作用储存格在哪里 就点选哪个相对位置当参照点 而不是依照一般的范例去选参照点 2. 重新设定作用储存格的位置 按下CTRL并点选K2 要注意 当点第一次的时候 会变成取消选取 需要再点选一次 就可以看到K2变成作用储存格 这时候就可以将B2设为它的参照点 这是一个简单的应用 如果要使用Power Query来合并这两个表格 就复杂很多 并且没有这么直觉 这里就不赘述